知道和张灵鹤最有CP感的女明星是哪位吗 张灵鹤被誉为是内于万物皆可CP的典范 她拥有一米九的身高 宽肩窄腰大长腿 简直是行走的衣架 本期视频盘点和张灵鹤最有CP感的六位女明星 你最喜欢哪位呢 第六位 陈都琳 她以狐妖小红娘月红天中的月提侠一角 凭借那清新脱俗 灵动挑逸的形象 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而张灵鹤饰演的尾声 即便装扮简约 也男演起超凡脱俗的气质 两人同框 画面和谐美好 仿佛天生一对 剧中 一段跨越种族的爱恋 纯真玉树金与呆萌学徒的甜蜜互动 让无数纯爱粉丝为之动用 戏外 他们更是被誉为学霸CP 男士校草与男行校花的组合 每一次同框都仿佛预示着幸福的降临 让人不禁遐想连篇 第五位 陈瑶 陈瑶与张灵鹤的首次古装合作 便是在《少女大人》中 这部作品不仅是张灵鹤演艺生涯的起点 更是他塑造双面王爷裴昭这一经典角色的舞台 裴昭的风流不羁与瑞志深沉 与陈瑶饰演的落魄千金形成鲜明对比 却又相互吸引 两人在剧中的化学反应强烈 无论是体型还是身高的差异 都显得那么自然和谐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CP魅力 成功征服了众多观众的心 第四位 于书欣 在《苍蓝绝中的小兰花一角》 让他与张灵鹤饰演的《长恒仙君》 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部剧的火爆 不仅让于书欣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也让张灵鹤凭借《长恒仙君》一角成功 跻身二线明星行列 剧中 两人虽情深远浅 那份爱而不得的遗憾 却更加凸显了他们的CP感 他们的每一次对视 每一次错过 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让人为之动漏 第三位 白露 在《宁安如梦》中 与张灵鹤共同演绎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爱恋 白露饰演的江雪宁 与张灵鹤饰演的丰批男主谢威 两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相互就熟 让人看得既揪心又过瘾 白露的疲惫与张灵鹤的争议 在镜头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却又在无形中达到了完美的互补 这种张力十足的表演 正是观众所期待的CP模样 第二位 赵金迈 在《杜华年》中 他饰演的长公主李荣 与张灵鹤饰演的全程裴文轩 上演了一场双重生先婚后爱的戏码 从最初的欢喜冤家到后来的深情眷侣 两人的互动充满了火花与甜蜜 尽管初期他们的组合曾被置一项兄妹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 那份甜蜜与默契逐渐显现 让人不禁感叹张灵鹤的误会消除能力 他们之间的身高差 更是为这对CP增添了几分猛点与看点 第一位 景田 在《四海重名》中与张灵鹤的搭档 简直是天作之河 张灵鹤饰演的激阳帝君 高冷而神秘 景田则化身高冷女神南岩 实则是个古灵精怪的小独献 两人因一场意外结缘 更因灵犀印而绑定姻缘线 这对CP的每一次互动都充满了仙气与甜蜜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之中 当36岁的景田遇上26岁的张灵鹤 年龄的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障碍 反而让他们的CP感更加鲜明 这不禁让人感叹 CP感真的是一门玄学啊